发现可疑车辆 远警鸣敌追了上去 但嫌犯非但不肯停下 还猛催油门 在车阵中狂钻 沿路不止逆向又蛇行 甚至企图倒车冲撞远警 明明上一秒差点就要撞到人 但嫌犯却还只顾着落跑 就怕被他给溜了 远警当机立断 朝对方车辆一连开了四枪 大声贺令要嫌犯下车 但他似乎还想抵抗 远警只好将人从车上拖下来 压制上套 一大早街头传出枪响 也让附近住户全吓坏了 事发就在新北市永和 原来当时远警巡逻 蓝查可疑车辆 但驾驶当下非但不停车 还加速逃逸 从中和逃到永和中正路上 警匪追逐经2.5公里 才终于被逮捕上铐 事后警方财政也发现 嫌犯车上居然藏有毒品 在车上起出毒品残杀袋及KM 现场还查获驾驶人丢弃枝 KTAMIN21公克 全案目前已将驾驶人及乘客 待反所征询 后续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疑请 嫌犯入网后公称 当天和女友到台北市庆生 喝酒喝到凌晨 担心酒驾被抓 才会心虚拒检逃逸 事后他拒绝酒策 还得面临18万元罚还 另外沿路危险驾车行为 也得吃上16张罚单 最高可罚25万 开心庆生 却疑似酒驾还迟毒 这下招逮 代价实在不小 现在是我们王一轩的信息 新北采访报道